两小时下注近700次 彩券行女员工惨输86万 你那天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一股想翻本的心态 让这名张姓女员工 玩彩券冰果游戏 狂输86万元 张女在北市成都路上 这间彩券行工作多年 上周四上午10点多 趁着买气弹 她开始玩起 冰沟冰沟游戏里的猜大小 由于五分钟开讲一次 她屡猜屡错 连输一百多次 越想越不甘心 竟在两小时内 以单次1250元的金额 疯狂下注686次 机台出现余儿即将不足 她仍不停手 还用500与250元继续玩 直到机台所死才罢手 整个过程统计下来 张女一共下注692次 惨输86万元 由于她下注时间过久 有常客劝她收手 但她当时已经失心疯 连客人想投注都得暂缓 等到恢复理智 才发现自己闯了大祸 整个下午也因机台所死 没有彩券可卖 只能卖呱呱乐 直到晚上8点 她鼓起勇气告诉老板 但谎称是客人下注 老板到场一查 便发现是她干的好事 气得对她提出告诉 由于张女是累贩 过去还曾有下注5万元 没钱付的记录 老板让她用薪水分期偿还 这次金额实在太夸张 让老板决心报警 以张女一个月2万多的薪水来算 不吃不喝也要三年半才还得完 老板无奈地说 不然还能怎样呢 不让她赚钱怎么有钱还 张女则向警方供称 她本来是想小玩几把 后来则是不相信自己会这么衰 才会无法自拔 越下越大 事后她后悔地说 其实熟客都有不断劝阻 但当时玩到整个失心风 警方训后将她依背信罪 喊送法办 动新闻 真是地狱倒霉鬼 报道